壞蛋爭議持續延燒 曾擊中禮拜五就要去立法院了 在今天他去找了柯建民 而且被堵了麥 我們來聽他的最新說法 是適死的黑鍋 背了多少汙昧跟所謂的抹黑 雞蛋的專案進口 不是一通電話就進來 他是一個非常專業 更嚴峻的就是 所有全球面對氣候變遷 許多國家在缺蛋的時候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來達到消米黑市整個的政策 效益還是高於成本 我想蔣市長昨天講話的時候 跟公文收到的有時間的落差 我想這個由臺北市政府去確認 我已經有特別說明 好 我是建議我們農業部部長 不要一直講汙昧沒黑 汙昧沒黑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辣沒有辣 有下期限怎麼定 到底有冷鏈還是沒冷鏈 到底續廠會有什麼角色 這跟我情澈的話 不要一直汙昧沒黑 跟我情澈 你就知道我們剛剛在討論 新竹市政府送月餅都被人家K了 那月餅大家最愛吃的是什麼 蛋黃酥啊 你那個蛋當然是用鴨蛋 可是做月餅的時候 也用到雞蛋 大家也煩惱 我來要月餅的時候 有沒有用到巴西的雞蛋 我也會擔心 你農業部長是要跟他講清楚 所以你把流向講清楚嘛 現在有五千 五千多萬顆 五千一百萬顆 對對對 現在有七個縣市 包括新北嘉義 彰化 高雄 屏東都有這些庫存 到底有沒有去講清楚嘛 因為農委會 農委會第一時間跟他講說 是噴膜 然後還有塗辣 然後就有保鮮了 不是我記得 那時候行政院說 為什麼不讓這個時候 陳吉仲來辭職的原因 是因為要讓他把事情講清楚 如果他一離職 很多事情講不清楚 問題是他也從來沒講清楚過 之前他說有塗辣跟沒塗辣 有效期限不一樣 對不對 一個是三個月 一個是四個月 好 今天說法改了 他說通通沒有塗辣 對啊 所以這到底當初跟我們說 有塗辣是一種有效期限 沒塗辣是一種有效期限 那是在講話嗎 這是農業部農業部給立馬院 報告民進黨立院黨團 流出來的 說現在沒有塗辣 你沒有塗辣的話 那你當初再講下來 對啊 而且他們的報告講說 不是根據塗辣或噴膜 來作為一個標準 而是作為冷鏈的 冷鏈的標準 現在又說是冷鏈 冷鏈才是關鍵 這是流出來 即將要去報告的內容 裡頭就講到 可能會問有效期限的問題 他們其實都有沙盤推演 摩尼考 他說沒有 答案就是沒有塗辣 我們現在統一一致 對外講沒有塗辣 正前講的 正前講的 正笑 對啊 你現在到底說 第一個是有沒有塗辣 第二個是冷鏈 第三個 你的政府事長 給他講說 我們不要糾結在塗辣跟噴膜 然後你的 不是之前你叫我們糾結在這裡的嗎 我要更誇張的是 畜牧師的副師長講說 就跟手機包膜一樣 我們雞蛋就是跟手機包膜一樣 就安全 你是頭上有問題 你說這五四三 手機包膜 手機不是拿來吃的 雞蛋是拿來吃的 你說手機包膜沒關係 就安全了 雞蛋包膜就很安全了 所以現在又沒有塗辣 就表示又沒有包膜了 是你講清楚 你前後矛盾 前後矛盾說 你政府到底講的哪一個是真的 就是說民眾 因為民眾第一個 剛才我們講的 五千多萬顆 有沒有流向小支部 有沒有流向其他的 你趕快公佈這些數據 所以今天農業部長講 不是說出來道歉 為了社會崩擾而道歉 你把數據講清楚 我覺得行政院長 陳建仁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你農業部長要扛這個責任 說明清楚淡得流向講清楚 給民眾安心就好了 這才是關鍵嘛 而不是那個道歉 那他現在重點就放在冷鏈了 那冷鏈誰要負責 續廠會要負責 不是所有的冷鏈 都是交由續廠會去管理嗎 林聰賢 禮拜五要去禮拜 因為你就要講清楚 如果今天部長不扛 就林聰賢出來扛 誰要講清楚 第一個 冷鏈的標準是什麼 你要跟民眾知道 第二個 這些五千多萬顆 五千多萬不是五百顆 五千多萬顆 流向哪裡 講清楚給民眾安心嘛 好 續廠會的角色是什麼 來 仁俊 續廠會是這樣 關鍵武士想說 怎麼續廠會 林聰賢也拜又要去 不是啦 大家對續廠會 其實老實說 其實當時在質疑超市的時候 很多人就質疑講說 你把五十萬的資本 你是要怎麼去撥這些糧 你撞到臺灣這邊 你全程你冷鏈 幹嘛都要做 當時的農業部 就把中央續廠會拖出來 他就說你現在所有的廠商 沒有一家要負責這種什麼 你們質疑的倉儲 冷鏈 因為為什麼 彈進來到這邊之後 全部都交由中央續廠會 所以進口商 不管是超市還是任何一家進口商 進了彈之後 通通交給續廠會 對啦 所以續廠會 應該會知道有沒有塗辣 對啦 續廠會應該非常清楚 他的有效期限 應該怎麼訂 續廠會的冷鏈設備 冷鏈到什麼程度 續廠會自己很清楚 所以續廠會 他到後來就到各個地方去租倉庫 這三天裡面 你會看到新北市 臺北市 包含高雄 什麼都找到說 倉庫裡面有過期的進口彈 你會發現新聞都有一個共同點 那是中央續廠會租的倉庫 那續廠會就更應該知道 流向在哪裡 不是嗎 所以你頭一輩接收來的時候 因為你中央續廠會 他負責的這個狀況 就是我接收這批單之後 我開始分給其他的廠商 有廠商下去出貨嘛 這就是為什麼障礙新聞說台北市的市政府 說要求續廠會 你講清楚說 你今天第一個 你的蛋的流向去哪裡 你這個消息什麼 續廠會說我沒有資料 一開始說沒有 第二次說有 現在又說有 他現在說有 但是他說什麼 要等到農業部同意 他現在大家撤你知道嗎 大家都推 第一時間農業部是跟續廠會不熟嗎 不是在第一時間爆發壞蛋爭議的時候 就要把續廠會叫來問啊 沒有不熟啦 你不要這樣子增加兩個 兩個單位的固解 因為看起來他們不太熟啊 因為中央續廠會當屬長 給林聰賢 他前 他前一個工作叫做農委會的主委 當時陳吉仲是他的副主委 後來他下來他又換陳吉仲 所以陳吉仲現在起立之後 拍攝叫續廠會來問就對了 所以都沒有資料 搞不清楚流向 搞不清楚 有效期限 搞不清楚 有沒有突辣 有沒有害羞我不知道 但確定你們兩個關係 應該是OK 而且我真的要講一句啦 現在竟然今天出來講說 不是塗辣 沒有塗辣 不是那個報告流出來了嘛 他們已經統一口徑了嘛 什麼統一口徑 你會記得禮拜是陳吉仲 是不是開記者會 他是不是出的功能 當時有一個記者問說 你們現在講塗辣的這件事情 我們農業部的官員出來回答 是跟糾正你知道嗎 不要講塗辣 我們是噴辣 大家去調記者會的袋子 噴辣跟塗辣 到底在哪裡啦 那現在叫做沒有辣 現在說是噴膜 現在變實辣了啦 現在是包膜 不是現在是包膜 你現在說變成包膜 要是做手機還是什麼 改變顏色嗎 本來白色的 做土色的 因為這永遠都搞不住 我就說真的 農業部你每天出來記者會 怎麼記者跟你問 我是覺得他開記者會之前 要不要先把事情搞清楚 你都說錯誤資訊 現在是到底有辣 到底是誰在放錯誤資訊 你剛剛說一百二十天 一百二十天是當時 針對你問的那一個 但是我們其實有九十天 一百一十天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又是錯誤資訊 現在我關你幾天 你卻就說沒有塗辣嘛 你當初是到底有沒有辣的 這件事情 你還跟人糾正記者說 不是塗辣 叫做噴辣 現在你又說沒有辣 你現在說沒有辣 那也有人 另外一種說法 當然有一些政治陰謀論說 為什麼陳吉仲這時候不能辭呢 因為他一旦辭了之後 禮拜我就換陳建仁上台 知道嗎 我其實有看到陳吉仲辭這件事 這很荒謬 第一時間傳出說他請辭 結果是前行政院長 蘇貞昌 現在證實沒有准辭 沒有准辭 沒有准辭 就急著有人在操作訪問 有很多的子弟兵 還在行政院裡頭 對不對 憲民很多 我覺得真的是乾證 而且我立刻就想到一個案例 你看剛剛陳吉仲跟社會道歉 他道歉是什麼 說在野黨無限上綱的抹黑 不實消息 他給大家造成困擾 我為這件事情道歉 他沒有承認自己做錯或做不好 沒有 然後大家有沒有想到 以前蘇貞昌他當院長的時候 有一次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來牛事件 說人家牛肉麵有問題 他的道歉是什麼 他說這個爭議被在野黨 刻意政治操作 無限上綱打擊執政團隊 恐會影響行政院施政 造成大家的困擾跟負擔 我向蘇貞昌院長表示 請辭負責的意願 你看完全一模一樣 都是蘇貞昌 請問現在行政院長是蘇貞昌嗎 好像還是蘇貞昌 昨天我們也是有點時空錯亂 我覺得蘇貞昌活在哪個年代 他現在不該他講話的時候 他出來講話 所以陳吉仲 我不管你這個部長要不要當下去 請你第一個解決蛋的問題 解決超市的問題 解決續產會的問題 第二個蛋的問題 也不是今年在炒 我記得去年前年都炒過一波 我就問你過了兩年的時間 你不管是農委會 現在到農業部 你到底把整個養雞場 雞蛋的供應鏈 國內相關的能鏈物的什麼 你到底涼涼做的什麼 你都沒有做 那你就該滾蛋了